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各位观众 都是我们节目组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热爱考古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呀 我们要去山西的北部 一个自古就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地带的赛上名城 当年秦朝大将蒙田曾在这里修筑长城抗击匈奴 汉代王昭君相传也曾在这里弹奏琵琶含泪出赛 多少次宋辽之间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都发生在这里 这就是山西大陆 时间拨转回公元四世纪末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强大的草原民族异军突起 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他们将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散刻在了石头上 永远地留在了云冈石窟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西晋灭亡后 我国进入了丰烟四起 循循割据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其中仙卑族拓跋市不断发展壮大 并在公元386年 由道武帝拓跋归建立位 后建都平城 及今天的山西大陀 此后北魏国立日新 太武帝拓跋涛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我国历史也随之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此时北魏国内稳定经济发展 文城地于公元460年 在首都平城近郊的武洲山 开始修建云冈石窟 石窟衣衫开凿 东西绵延长达一公里 现存主要洞窟45座 造像五万一千余尊 石窟规模宏大 内容丰富 雕刻艺术精湛 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 那么北魏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云冈石窟 如何去解读云冈石窟的艺术呢 请跟随考古学家走进本期考古公开课 现在就让我们请上云冈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 杭坎老师 我们请杭老师上场 欢迎杭老师 您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云冈石窟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 是吧 它同时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 文化名片 从刚刚这个短片当中啊 大家也了解到啊 它是北魏这个朝代建造的 是吧 那么北魏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朝代 它在我国历史上又产生过哪些影响 您也给我们先解读一下 北魏呢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有名 我们都知道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里面呢 第一个给少数民族政权做史的 就是威叔 所以它的影响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么它呢 又影响到后来的历史的走向 比如说隋唐 其实在隋唐的这个官员体系里面 就有很多来自于显卑托巴的后代 还有呢 就是很多王朝有那个木质 那种定型的木质 也是来自于北魏 所以它的很多的影响呢 它已经画到历史的长河里面去了 画出历史的风俗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明显 实际上在当时它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么我们说云岗石窟 今天您打算给我们从哪儿讲起啊 那我想还是先讲一下 北魏王朝的历史 因为我们知道云岗石窟呢 是一个皇家工程 它有很多跟它的政治的历史啊 是挂钩的 它为哪一个皇帝开 中间又可能经历过哪些矛盾 这样呢 都会反映到石窟里头来 所以我想先讲一下平成时代 好 我们就把这个舞台交给杭坎老师 请杭老师为我们精彩讲述 大家好 我今天在介绍云岗石窟之前呢 我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魏的平成时代 那么要介绍北魏的平成时代呢 稍微我们要说一下 当时前面的这个历史 匈奴显卑结底腔 那么他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呢 造成了很大的动荡 这是过去说的叫五湖乱华 建立了很多小的政权 也有短暂的统一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托巴显卑是起源于东北地区 这是大家趋同的意见 然后他一路呢 他南下 迁到内蒙的南部 然后又迁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盛乐 他也建立了他的自己的政权 当时呢叫戴 那么后来呢 这个戴国呢 就被前秦给灭了 灭了以后呢 他又在386年的时候 到五地 托巴显就建立了这个新的政权 然后后来呢 又迁都了平成 那么平成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他在农牧交错带的一个三前 平原上面 又是凉水交汇的地方 这种地方呢 在古代 其实是建城市的最好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他在很早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居民点 包括在汉代的时候 他就叫平成 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一直到现在 都是一个农牧交错带 也是明如融合 也是东西交通的重要的地方 然后五洲川水 离平成16公里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拐弯 在北魏的时候 他就设了一个叫五洲塞 塞呢 就是军事要塞 明代在这个地方呢 同样建立了个要塞 只是说 他不叫这个五洲塞了 他叫云岗 他实际上是个宝 我们说的宝垒的宝 所以云岗呢 其实是明代的一个称呼 那么北魏贪都平成的时候呢 就是398年 然后到了493年 他们决定来迁都洛阳 那么将近百年的历史 我们称之为平成时代 那平成时代 经历过哪几个皇帝呢 第一个就是太祖 一般建立国家的 这个皇帝呢 地位都非常的高 他也确实是 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 第三个皇帝呢 太五帝呢 他把整个北方地区 给统一了 北方地区就包括了 我们后来佛教 传入比较早的那些地方 比如说敦煌 比如说梁州 就是河西地区 所以魏叔里面对他呢 是非常称赞的这么一个皇帝 但是呢 他一开始啊 他对佛像 这个佛教徒还比较礼敬 但是后来呢 他在长安的时候呢 他就在一个寺院里面 发现僧人有不法的行为 这个不法的行为 包括里面他发现了兵器 所以呢 他就开始下造灭佛 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上 三五一中 四次法难的第一次灭佛 而且这次灭佛运动呢 应该说非常的惨烈 基本上能看到的大的建筑 这些东西呢 都给破坏掉了 但是他的一个太子 这个太子呢 就是后来追封的这个锦墓地 就缓宣遭书 这样给僧人呢 一部分时间 那么其中包括这个 后来主持开凿云岗石窟的谈要 他密持法器 我估计一些小的佛像 一些容易带的经苏 这是他还保留下来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他们流散到各地去了 等到太武帝的晚年的时候 太武帝呢 对这个持续了几年的这个灭佛 也有所反思 但是呢 他并没有恢复佛法 接着他的是第五个皇帝 叫文成帝 那么文成帝呢 就复法了 那么他为什么复法呢 他当然知道前面的皇帝灭法了 灭法的原因他也知道 但是文成帝看到的是什么呢 文成帝看到的是 他对社会统治有利的一面 比如说他文献里面是记什么呢 他觉得这个佛教可以助 就是帮助的助 助王政 也就是王权 助王政之禁律 那么禁止的禁 法律的律 以仁治之善性 那么他看到的是有利的一方面 所以呢 他们采取的措施呢 就是叫令沙门福岛民俗 他同时在460年 也就是和平元年 他让谭耀主持在我们的五周三 也就是云岗石窟那个地方 开了五个洞窟 这五个洞窟我们学术界基本上公认 他是为北魏前面五个皇帝开的 那么紧接着平成时代的第六个皇帝呢 就是宪文帝 宪文帝继位的时候呢 12岁 你想大家想12岁 他还不是很能自己做祖的那么一个少年 就是老臣们呢 就想来这个动摇这个政权 这样呢 就是他做了六个皇帝之后 他就当太上皇了 也就是说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他就当太上皇了 然后再过了五年 就是他当太上皇 他又当了五年 在23岁的时候呢 就去世了 那么去世的时候呢 文献里面记载也不一样 其中有一种记载 就是冯太后把他给杀了 这样呢 就是说 这是第六个皇帝 宪文帝 第七个皇帝呢 就是孝文帝 那么孝文帝呢 他继位的时候 他只有五岁 所以五岁的一个孩子 大家就更可以知道了 他背后一定是有 有高人帮他出招 我们现在都说 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改革 其实在冯太后去世之前 应该说是冯太后和孝文帝 他俩合起来 主要是以冯太后为主的 这么一个改革 那么我说这段历史呢 并不是在讲八卦 而是说大家听起来 这个政权在平成时代呢 尤其是在开凿云港石窟的这一段时间 那么它中间呢 还是充满了很多的政治斗争 补充一点 我说的第三个皇帝 叫这个太武帝的时候呢 他在439年统一了北方 就把相当的一部分的人 迁到了平成 当时有很多的西边来的人 甚至北边来的人 都聚集到了这个平成地区 聚集了多少人呢 在北魏平成时代 聚集了一百多万人口 这是文献里面有统计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百多万都是什么人 一百多万都是这一种 特别有水平的人 特别有能力的人 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研究云港石窟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说云港石窟 它是怎么来的 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平成地区 聚集了大量的人力 又是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这样才出现的一个云港石窟 所以那个时代 我觉得最能够体现 当时的精神面貌的 就是云港石窟 谢谢大家 谢谢黄老师 谢谢您精彩的讲述 其实我们国家这个石窟有很多 但是一说到代表性 大家常会说四大石窟 大同云港石窟 墨高窟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还有就是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 就这四大石窟 最代表性的四大石窟 它的这个建造的年代 那么这四大石窟来说呢 第一个呢肯定是敦煌 敦煌开凿的早 但是呢 这个石质不是特别好 所以最主要呢 是泥塑和壁画 它壁画呢那是没啥说的 另外有一个长津洞 那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这些都给敦煌学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材料 那么要说对后来的石窟 产生巨大影响的 那肯定是云港 在统一了北方之后 集中了全国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在新疆以东地区 开着的第一个皇家窟 那么这个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锻炼了一大批的工匠 龙门呢占了两个皇家时期的洞窟 迁都洛阳之后 它北魏的时候 它是一个皇家窟 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皇家窟 那么麦吉山从北朝 一直延续到明清 它都不断地有 它的树像真的是水平 应该是最高的 一般比较细腻 听了杭老师关于北魏历史 关于石窟艺术 源流的这番讲述 我想咱们光听讲 一定非常想去云港石窟 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想法 好 现在我想就请杭老师 带领的大家 一起去领略一下 云港石窟 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 是云港石窟的第二石窟 俗称露天大佛 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观众 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留念 因为它是云港石窟的 一个标志 那么也是云港石窟 开凿最早的五个洞窟之一 我们编号是二石 这就是所谓的谭耀五窟 谭耀五窟编号是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那么这个是最西边的一座石窟 因为我刚才说这么多 实际上涉及到一个 我们五个洞窟 为五个皇帝开 到底是哪一个皇帝 对应哪一个窟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二石窟 二石窟呢 它的主要题材 是三十佛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三个佛 那么中间的那个大佛呢 它是杰迦夫座 旁边的两个呢 是历佛 历佛呢 这个东边这一身呢 保存得比较好 咱们西边那一身呢 坍塌了 三十佛的题材呢 跟云港 跟这个北魏当时的政治局势 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经过了太武帝的灭佛运动之后 那么在重新恢复佛法的时候呢 到底开一个什么样的题材 那么这个谈要呢 就是选择的是三十佛 过去现在未来呢 就表示佛法传承有序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身佛呢 可以用真容巨状来形容 因为真容巨状呢 是文献里面形容云港石窟的 这么一个词 实际上它只有13米多高 它并不是云港石窟里面 最大的一身佛 它只是因为它窟前沿塌了之后 它给人的一种视觉感觉 但是我同时觉得呢 这身像呢 确实雕得非常好 我们用两件齐亭啊 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民族 它充满自信的时候 它造出来的一种像 所以这一身像呢 代表云港石窟呢 我觉得也是当之无愧的 具体到这身像的造像风格呢 很多人问 说它到底是这个云港石窟 是剑陀罗还是抹陀罗的风格呀 那么它在第一期的时候呢 因为主持开凿云港石窟的谈要呢 也是来自于西边的僧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第一期的时候 它受西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具体到一身像 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这个建陀罗的风格 或者抹陀罗的风格 那么在这身像里面 我就觉得它谈又是 它里面那个天山呢 实际上是比较薄的 但是它外面的那个袈裟呢 给人的感觉呢 又比较厚重 那么你像这个东边这身历佛呢 薄衣贴体啊 就像穿着袈裟 从那个水里面出来以后 潮衣出水那种形式 是吧 但是它的袈裟呢 给人的感觉它又比较厚重 所以呢 我是感觉到 就像素白先生说的 就是云港石窟呢 它是集中了北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那么开招的第一个皇家石窟 它所创造的一种新的这个模式 素贤上称为云港模式 它就是能够反映出来 多元文化的一个交融 所以它可以代表着这个 云港一期的一个造像的风格 那么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 佛呢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呢就是说 造像的时候呢 一定要遵守一定的仪轨 那么比如说有一本书叫 《照相亮度经》 那么就是说 你造像的时候 你严格的 你身体的比例 你这个 它的有些特征 你必须呢 就是都把它造出来 那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 是就是三十二个 比较明显的特征 那么还有八十个呢 就是说 一般的小的 跟常人的这种差别 大耳垂肩 你看这个像 它真是大耳垂肩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三十二相里面的一相 那比如说三十二相里面呢 它有一个就是 顶有肉鸡像 是吧 这个在顶部 它有一个肉鸡 所以它跟平常的不一样 所以比如说 我们去判断这一身像 它到底是穿着袈裟 它是佛像 它还是弟子像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弟子 它头上 不能够有这个肉鸡的 那么这个呢 上面就有个肉鸡 那么这个像 它这个地方呢 正好还有一个白蚝像 它可以自由伸说 放出无数的光芒 那么像这种呢 就是说 都是它特别明显的 一些特点 我们就接着看十九窟 好吧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 就是云岗石窟的 第十九窟 十九窟呢 它是弹药五窟里面 工程量最大的一个洞窟 那么它的题材呢 同样是三十佛 中间呢 是一个祖尊 然后旁边呢 有两个斜洞 那么就同样构成了 过去现在 未来三十佛的 这么一个题材 这个十九窟呢 我们有一些特别明显的特点 就是弹药五窟 所共同具有的 因为刚才讲这个二十窟的时候呢 因为它钱比坍塌了 那么十九窟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窟门 上面呢 有一个明窗 那么这个窟门呢 还比明窗还小一点 明窗呢 特别大 那么这个呢 它是有一个 既有它工程上的需要 它也有它的这个 等于说礼佛的需要 它的窟内的面积 它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要走进 弹药五窟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里面 其实并没有礼拜的空间 所以呢 它是在外面 那么你开一个大的明窗 如果站到刚才那个 河岸那个地方 你去看这个几个洞窟 那么我们就可以观瞻佛像 可以看它的头部 不用像我们就是 在大一个阁楼上去看那样的 它是一个 就是礼拜的一个需要 但是同时呢 它也是工程上的一个需要 它开到这么大一个洞窟呢 它是从上到下 逐步开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十九窟呢 就是在弹药五窟里面 它是一个中心窟 所以它的工程量呢 也是最大的 这个祖尊呢 也是高度 以它的那个头 肉肌来算的话 它那个高度也是最高的 所以它构成三十佛的题材的时候 它用了另外一种形式 它就是说 主要的洞窟里面 就是祖尊 然后在两旁边 它同时开两个斜洞 这样造成了一个 里面它有一个镜身 然后呢 它外壁呢 有很多的这个千佛 这个千佛呢 从我们考古发现的这种情况来看 后来呢 就是还有金装 有很多石像的上面呢 它是有金色的 那么我们十九窟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现在去看那个 比较特别的第十八窟 十八窟呢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洞窟 那么之所以说它特别呢 是因为这一身像 它身上呢 袈裟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画佛 那么这个题材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一般认为呢 它是太无地 它题材呢 同样是三十佛 洞窟里面 祖尊的它两旁边 还有十大弟子 那么这十大弟子呢 也可以说是云岗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代表座吧 有几个保存的比较好的 你就可以看见他们 听闻佛法那种喜悦 表情能不太一样 是吧 但是呢 都是就是说 能够展现出来 他听闻佛法那种高兴 包括就是说 还有不同的小沙米 拿着这个镜瓶的 还有呢 就是说 只剩下了头像的那种 但是一看 有的面部呢 可以可以看出来是 胡人的形象 这种有胡人的 有汉人的 那么这个洞窟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的铭窗呢 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么铭窗开得大了以后呢 我们既可以看佛像 看得比较方便 但是它同时会改变 这个掩体的力学结构 所以它 等于说开凿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掩体力学 什么的 这种设计 就是在不断地摸索 过程当中 所以它工程上面呢 不同时期 它进行了不同的 这个修复 那郝老师 它这个身上的很多小洞洞 属不属于您刚刚说到的一些个 当时造成的问题 它这个不是问题 它可能是在后来 尤其是辽京的时候 考古发现看呢 辽代在西京有很大规模的造作 包括在云岗 它有非常大的工程 那么其中的有一个工程 就是它对这个云岗石窟的造像 进行了一次这个修补也好 或者说是泥塑也好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主要的 一个是修补 那个修补的时候呢 它最主要的 它就是在身上 钻了那些小孔 然后那些小孔呢 是擦这个小木杆子的 然后呢挂上泥 然后它再进行了一个采塑 你包括我们罗汉塘上面 它有五层 那个就是石胎 它这个等于说 只剩下一个石胎了 分化的比较严重 所以它在身上呢 就钻了那个小孔 然后呢木头橘子什么都在 然后呢挂着泥 然后修 关键是它留下了五层 就不同时期的 大家就可以想象 那你说它这个这种彩塑 还是比较多 所以那个孔呢 我是觉得它维修项的时候 或者说挂这个泥塑的时候 这个时候留下来的 那么后来泥塑又没有了 所以留下来一排一排的孔 那我们现在介绍第十七窟 十七窟呢 其实又是一个题材比较特别的 因为在这里面的像 其他几个都是佛像 这个像呢 它是一个菩萨像 所以我们说的菩萨像 那么菩萨像呢 它的坐姿呢 也比较特别 它属于那种娇娇米勒 米勒呢 它是未来才能成佛的 那么未来才能成佛的时候呢 它在现在呢 它就还是菩萨 所以它的这个等于说修行 到了一定的神格了 但是呢 它毕竟还不是佛 所以它不是像刚才说的 三十二相啊 八十种好啊 它有那个顶有肉鸡像啊 它不能这样 它还是带着这个菩萨观 大家如果仔细看 这顺菩萨像的时候 还会发现有一个细节 它这个细节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胳膊肘上 它垫了一个就是像素薄 我们像素薄一样的啊 那个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就垫了这么一块东西啊 垫这块呢 它在云港的大象里面 这还不是唯一的啊 那么它为什么要垫这块东西呢 其实它是跟这个 它的造像手势是有关系的 它如果做残定印的话 它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它如果是手伸出来 不管它做哪一种姿势 它只要手伸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这么一个悬空 多一点的时候呢 它这地方呢 它就有一个支护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弹药舞窟 最东边的一个洞窟 第十六窟 第十六窟呢 从造像题材上来说呢 它是一个历佛 然后这个历佛呢 它比较特别 它是穿着宝衣博带的夹杀 它和我们坦佑式呢 通奸的这种夹杀呢 都不一样 它完全是一种 中国化的这种夹杀形式 所谓的宝和博 都是大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服装呢 应该是说是汉族 官员这个文人 穿的这么一种服装 所以这个呢 也有人认为呢 它是受南朝这个文化的影响 产生的这么一种形式 它这里头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就是宝衣 这个衣服比较宽大 然后还有一个脖袋 那么可以在这个像里面 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那个袋子一直到这儿 就像一个大领带一样 我们领带现在都打得没有那么整齐 所以这个佛像呢 它为什么特别呢 就是一般认为 它就代表着当时主持开凿云港石窟的文成地 在460年它让谭耀来开 但是实际上北魏的这个石窟 它和黄泉的这个结合度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像呢 代表着是文成地 这么一个题材 所以它的造像的形式 干什么都比较的特别 北方的这个佛教呢 它是跟黄泉结合的是很密切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有谭耀武窟 这么一种给帝王造像 帝王就是当今如来的这么一种思想 那么从他的形式 说我是洞窟的形式 包括这个造像的题材 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谭耀武窟 它有很多的外来的 这个造像的因素 可是呢 它的这个样式呢 还是一种融合了各种元素 然后出现了一种 蓬勃向上的一个民族的 当时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写照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 是第十一窟 十一 十二 十三呢 是一组主窟 这一组洞窟 为什么是三个一组 而且这三个一组里头呢 它还有很多的威胁之谜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洞窟呢 它叫中心塔柱窟 那么就是进来了之后 它有这么一个像佛塔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平常的礼拜呢 是右旋礼拜 绕塔礼拜 所以我们叫中心塔柱窟 那么这种窟呢 它的原始的窟形呢 也来自于印度 那么这个十一窟是中心塔柱窟 但是十二窟呢 就不是 它是一个佛殿窟 可以看到 它前面呢 有一个柱廊 那么它又模仿了人间的这个佛殿 那么十三窟呢 它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大象窟 所以这个大象窟这个传统呢 它又延续了这个谭耀五窟 谭耀五窟也是大象窟 就里面它是一个大象占据了窟内的主要的空间 所以它在它的组合方面 它为什么用这么一种组合 这是一个就是挺奇怪的一个点 那么具体到这个第十一窟呢 十一窟它应该当初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但这个规划显然没有完成 从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壁面的凹凸不平啊 然后还有壁面的这种这个小刊 你看它互相之间是吧 有很多的小刊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规律是吧 包括这边是一个大的七佛刊 那可能呢 它对面呢 它应该也是应该有一个像类似的 但是呢 就是它没有 但是十一窟呢 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 我们来了以后一定会看的呢 就是十一窟 在这个它东壁 现在比较好辨认呢 就是它上面那一块 打黑的那一块地方 它变打黑了 如果是现在的话 我们肯定不会再去打踏骗去了 这样损伤太大 它呢 是云岗石窟里面 现在存的就是早的这个提计 就是太和七年的 然后呢 就是当时 大家都是很多民众来信仰佛教 它组成一定的叫义社 组成一定的义社 义社里头呢 然后共同发愿来做的这么一组造像 在底下看呢 看着好像不大 但实际上的这个体量也挺大的 那么在这上面呢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几个僧人 后面呢 跟着这个供养人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前面说到一个北魏皇室 很希望通过佛教来呢 辅导民俗 令沙门辅导民俗 应该说这个效果呢 它还是达到了 这个也是一个具体的反应 那么它另外一个重要性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个在书法史上 卫碑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卫碑呢 它的成熟期在洛阳 所以我们知道的有龙门二十品 是吧 但是呢 实际上 什么事情它都有一个发源 那么在这个地方 卫碑呢 肯定是我们把平成的这种书法 称之为卫碑之源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刚才 我说的这个洞窟 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可是没有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可能它的开招的方式 包括它的这个工程的组织 都可能发生了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 你比如说这个谭药五窟的时候 那就是谭药 在那负责着 正是因为就是说 它可能是皇家的工程的时候 我明明知道 就是这是皇家工程 所以它可能就是在这个谭药五窟的时候 那时候呢 不需要太多的提及 可是呢 这个洞窟呢 它就进来了这个民间的力量 那么民间的力量呢 我开窟 开一个坎 我造一个像 然后到了那边呢 这属像呢 是另外一个异社 或者另外一个供养人 那它这时候呢 想记自己的功德的时候呢 它就反而有造像提及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间的造像 包括就是我们的造像碑 单体造像 它反而有比较多的这个提及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十二窟 特别有幸啊 因为这个洞窟呢 经过了这个九年多的维修 也是刚刚开 那么这个洞窟呢 非常受关注 就是因为这个窟呢 它的题材呢 比较的特别 我们把它称之为音乐窟 这个窟形呢 叫佛殿窟 我们从外面看的时候呢 看到三个柱子 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从这边看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的两个柱子呢 是小的八角柱 八角柱上面呢 都有这个佛像的雕刻 那么这个呢 它应该是模拟 地面以上的佛殿 那么尤其是从我们 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 来看 发现了在墨章里面 发现了那个石果 那么石果上面呢 那么它有这种仿木结构的石果 也可以看得出来 后面呢 是一个殿堂式的 前面呢 是一个带狼式的 那么说明呢 他们当时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共性 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大家请看上面 上面这边呢 有一个穿红裤子的 它就像正在打的节拍一样的 那么这个人呢 我们一般认为呢 他是在打节拍 而不是说他在跳舞 因为在这个里头呢 也有很多舞蹈的形象 那么他呢 在指挥整个一个乐队 那么我们现在 除了这些舞蹈的人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这个藻井 非常的醒目 是吧 那么藻井呢 就是我们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 那么我刚才已经介绍的 这个洞窟呢 它是一个佛殿窟 那么佛殿窟 它上面呢 它为了显示这个建筑的等级 那么它有这个天花板 然后上面都是藻井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这一个飞天的飞舞期间 一片这个佛国的喜悦的气氛 就这么被烘托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整个音乐窟里面呢 演奏乐器的人特别多 那么有几个呢 是特别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 比如说像这边这一个 他拿着这个取经的琵琶 是吧 然后旁边呢 就是吹着树笛 是吧 然后这边呢 就是腰骨 这个指挥的旁边 这就是腰骨 这边是结骨 所以这边呢 这几身呢 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 因为体量比较大 然后还有呢 其实它的这个乐器呢 你看这一排 其实也是哪个乐器 对吧 但是最全的呢 是明窗上面那一排 那一排的乐器呢 是很全的 它遍布 都是各种各样的既乐人 吹奏各种各样的乐器 有打击乐 有吹奏的 还有弹波的 那么据统计呢 这里面有将近50声的 这样的这个 这个 祭乐形象 然后呢 拿着呢 大概17种的乐器 烘托一个气氛 但是呢 如果是换到人间 佛国毕竟是人间 那么换到人间呢 它一定是当时的一个 宫廷的音乐 那么这里面的乐器呢 有中国的 有来自于国外的 来自于这个 私塾之路交流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 它能不能变成一个 中国的一个好声音 我们呢 也挺想 把它做成一场音乐会 但是呢 这里面有的乐器呢 就是常用 有的乐器呢 现在不常用 怎么把它组合成 一个非常动听的 中国好声音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进到这个窟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耳边仿佛就想起了 各种各样的 好听的这个音乐 那么这个是佛国世界的 吸引人的地方 那么这个洞窟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去 再看另外一个洞窟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呢 是第十三窟 十三窟呢 它是一个大象窟 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迷 你看这个高度啊 特别高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它是一身米勒 然后它有一些早期的特点 你就包括就是说 这个洞窟的平面 也是祖尊占据了 窟内大部分的空间 还有呢就是说 它这个辅助的那种文样 那么它呢 有早期的特点 它这个脖子上 这种这个蛇心式 有一些学者觉得 它能够接这个弹药武窟 在这个像里面呢 除了我说的这个造像题材 你如果说是大象窟 那么它代表着什么 这个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这个到这地方来 一定要会看到的 看到就是 这个它手下的这一身像 那么这一身像呢 我们在这儿看的 好像不是太大 但是其实呢 它有将近两米高 那么它同样 它也是起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经典上面 它并没有过多的这个依据 我们下面去看另外一个洞窟 我们现在参观第九窟 一进来之后 它是一个 等于说中国式的一个殿堂 它和那个石窟呢 它是一组成组的双窟 它两个洞窟呢 很相似 布局也很相似 照样题材也很相似 那么在云岗的第二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组双窟 这个学术界呢 就是一般的认为呢 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就是孝文帝还小 实际的政权是掌握在冯太后手上 那么在冯太后活着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孝文帝改革 其实很多呢 是冯太后改革 所以有很多的造像呢 就是为他们两个去造作的 包括这种双窟的形式 那么它同时呢 还有一个可以介绍的呢 就是塔柱的形式 它是其实还是模仿这个殿堂 那么它跟我们第一期介绍的 那个穷隆顶的窟 不是一般的草庐 而是说模仿的勇武民族的那种 大的战杖 然后那个祖尊占据窟内大部分空间呢 它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种殿堂式的呢 结合着文献呢 就是在孝文帝的时候 当时呢 很倾慕这个南方的文化 甚至认为呢 那是文化的正所所在 所以当时呢 有北魏的大臣 出使到这个南朝去 然后一看南朝那种公式制度 他们就等于说记录下来了 然后呢 就要来改变那种 像那种穷陆式的生活 要建那种殿堂式的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一个反应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看到佛教艺术的一个中国化 那么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比如说这边 那么三针佛像 中间一个佼佼米勒 两边两个四维菩萨 是吧 有两个柱子 这个柱子呢 是应该是中国式的 这个建筑这个柱子 有一斗三双的斗骨 有中国像屋垫顶这样的一个屋顶 那么这个是中国式的 但是你到这边看 那么这个帐刊里面呢 它这个柱子 它上面呢 它有两个小卷卷窝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埃尔尼柱是希腊式的东西 它一方面呢 它有这个西来的因素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的主体呢 又是中国化的 东西文化 在这地方呢 有一个交流 又有一个容纳吸收的一个过程 就是梁思成先生说的 他说你进了这个洞窟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西来的这种文样 是吧 这个忍敦文 莲花文 莲珠文 包括的我们这种希腊化的这种柱式 库门这个 拱这个地方的 模拟宝珠 那么这几个飞天呢 它的头发都是卷的 是吧 它带有这个西方的这个造像因素 所以它拖一个模拟宝珠 等会我们去看那个地石窟的时候 它是中国式的飞天 然后它拖着一个伯山炉 这个伯山炉呢 在汉代呢 非常流行 等于这个汉族的这个传统呢 又回来了 那么这个回来的时候呢 我想呢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 因为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北魏在统一北中国的时候 它聚集了很多地方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 在这个时期很倾慕汉文化 所以呢 他们就是有很多的人 就是包括初始南朝 那到了南朝以后 把南朝的衣冠制度 这个宫殿的这些制度呢 又都学习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二七东湖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原来的中国汉文化的东西 等于说又重新发扬光大了 完成了一个佛教艺术的中国化的过程 而且呢 这个的过程呢 是由北魏王朝 它官方主导的 所以它对后来的石窟的影响呢 就特别大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 作为双窟的另外一个窟 第十窟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十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窟的窟门 描绘了一个大家看起来 充满了西方的色彩的 这么一个世界 可以看到这个旧摩罗天 摩西索罗天 阿修罗天 包括这一个门 两旁边这种历史 它呢有很强的这个异域风格 包括这两边 这两个杖形刊 它又有杖形刊 它又有那个立柱 然后立柱呢 又是国外式样的 和第九窟 想有意地形成一个对比 所以它这很有意思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一块 我就能看到有很多雕刻 特别有意思的 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那么它呢描绘的是一个 以这个须弥山为主的 这么一个世界 须弥山呢 是佛教里面的一座山 那么这个山呢 就是说它的旁边呢 有我们的天部 这个护法 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条龙 它上面呢有那种三形 然后在三形的中间呢 又有各种动物 然后底下呢 又有那种小的童子 笑得很可爱 然后牵着花绳 所以描绘的是一个 须弥山的世界 然后两边呢是护法天 现在我们来到了 就是云岗石窟 必看的一个窟 也是它的精华窟之一 这个是云岗石窟的第六窟 那么第六窟呢 大家一进来一看呢 琳琅满目的 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窟呢 从窟形上来说 它同样是中心塔柱窟 绕着这么一圈 绕塔里拜的 那么它这个塔柱呢 分了两层 那么在这个窟里面 有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佛的一生的故事 那么我们叫佛传故事 那么佛传故事呢 它其实有很多 它可多可少 那么我们一般来表现的时候呢 选八个经典的场面 我们叫八项乘道 甚至呢 我们可以选四个场面 叫四项乘道 这种题材呢 在很多的 比如说绢画了 比如说壁画了 比如说石刻了 里面都非常多 但是呢 云岗石窟呢 它以这个石刻的形式 它呢 画了三十多幅 雕了三十多幅 佛的一生的故事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正对面的 一个那个鹿顶形的看 看着非常漂亮的 那么这个像呢 就是鹿野院 初撰法轮 那么这个是 一定会表现的一个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做说法硬 结家复作 然后底下呢 就是刻了有鹿 然后旁边呢 是它那个 皈依的弟子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 它必须表现的场面 那么在这三十多幅里头呢 有一些呢 就是非常好认 非常典型 比如说大家 现在看到的这一幅 这一幅呢 就是夜下诞生 那就是她的母亲 摩耶夫人 在回家的过程当中 那么觉得这个 有点累了 然后手呢 盼着这个树枝 结果世家呢 从夜下诞生了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这个故事呢 就是大家想 就是神异的色彩 这个场景呢 就比较典型 就是在八象城道里面 一定会有这个场景 那么表现的形式呢 也差不多都一样 就是摩耶夫人 右手抬起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小孩 那么那边那一幅呢 就是大家看到 这边这一幅呢 这是九龙灌顶的 一个题材 然后这边这一幅呢 它生下来之后 它就会走路 走了七步 步步升连 转过去呢 就是那个仙人战相 那么他就是讲呢 就是说 哎呀 小世家 他给看看相 一看相以后呢 觉得如果是他在人间 他就是一个转轮王 他就肯定是 这个很好的统治者 然后这样呢 就围绕着一圈 包括这个壁面下部 那么他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是 包括了玉城出家了 包括了这个宫中教祭了 这些场景 那么整个呢 有三十多幅构成了 佛的一生 那么他的构图呢 其实也是非常有规律的 那么他把这个 在四壁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佛传故事 表现在下城 然后中间呢 那就表现了 就是讲经说法呀 然后再上面一个 就表现了佛国的世界 再上面呢 就是说包括天上 就是天宫祭月啊 各种各种祥和的场景 所以他整个 整个一个洞窟 他是经过了 完整的一个设计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再问一下 刚才那路中间 那个三个圆圈是什么 传说呢 佛呢 是在这个地方呢 第一次初传法轮 那么初传法轮呢 两个路代表着路野院 路野院初传法轮的时候呢 还有几个标准 就是我们平常说 他要有僧团 他要有这个佛法 因为他讲佛法 那么就是佛 那就是释迦牟尼 然后法还有僧 这样呢 我们叫皈依三宝 叫三宝巨竹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才代表着 佛教的正式成立 说这是一个大事 所以那个三个呢 他代表着佛法僧 我想呢 就是像这种形式呢 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呢 他出现的特别多 他反复强调 我觉得那个时候呢 恰恰是他要给大众 传播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三宝巨竹 才是佛教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标配 第六宝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再去看下一个洞窟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云岗石窟 最大的一个洞窟 这是编号第五窟 人一进来之后 他们都说 哇 这么高的一个像 也必须得抬着头看 所以一下就给人一个震撼的感觉 那么云岗石窟有这么多的大像 其实这一身像呢 是高度上面 它是最高的一身像 那么它这个洞窟呢 它和云岗的弹耀五窟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也还是穷隆岭的窟 然后呢 以三十佛为主 然后窟内呢 就是大部分空间都占据了 另外一个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窟门和名窗的这个比例关系 你可以看这个窟门 小于这个名窗 是吧 那么这个第一期的洞窟 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洞窟呢 它是延续了第一期的洞窟 我就认为它是开凿完以后 它停工了 停工了以后呢 它后来呢 又再重新把它给完成 那么有没有一些迹象呢 就我们根据现在云岗 有一些没有完成的窟刊 那么我们来推 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开凿工序 那么现在推下来呢 它基本上是有一波子人 就是来负责来开凿这个大的酷刑 雕出这个初胚 然后这一波人呢 也可以说干出活的 那么他们走了之后呢 就是另外一波人 这波人呢 就是来雕这些装饰文样 那么它是另外一波人 那么它是另外一波人 我们可以从这个像的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主尊的最外面 这个大的声光 那么它的外面呢 这一种明显的 一看就是和谭晓武库是接的 都是单元重复的 那么他们在雕这个像的时候呢 它是把这些装饰文养线给起来 那么在云网石窟里面 其他的洞窟没有完成的 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种工序 那么再一步呢 就是这个祖尊 祖尊呢 尤其是它的面部 那个呢 是要大师傅去开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这个像呢 它的装饰文样 应该它雕的比较早 它已经完成了 它是早期的 但是这尊佛像呢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的佛像 它还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呢 它中间停工了 那么停工了以后呢 再过来再开的时候 那么它就呈现了 二期晚一点的这个特点 那么就是说 它又重新把它给做完了 那么我个人推测呢 如果结合当时的背景呢 我推测 这个是给仙文帝开的 所以这个石窟的 整个一个研究呢 它会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年北北他们开枣的时候 就是工匠如果说不小心 就是一个地方凿坏了 就是当时是怎么补救的呢 这么大一个工程啊 它绝对不可能说 它一点问题都不出 它这个问题呢 有它雕错的 或者是它一凿子 可能是拿一点雕坏的 还有呢 就是说实质不好的 这种情况下呢 那个能工巧匠 它都会想办法进行补救 你比如说这个实质不好的地方呢 从云岗来看呢 它就直接把软弱那一块取出来 然后再用一块大小相近的 再把它嵌进去 然后把衣纹顺下来 这种呢 它是一种补救方式 包括衣纹如果有点错的话 像这个火焰呢 那它都会是当时就改 这个都可以看到 所以整个一个洞窟呢 这种迹象呢 其实在云岗呢 还真是保留下来了一些 所以可供我们做研究 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这么一个 怎么样去补救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石窟的研究来说呢 不仅仅是那种艺术水平 艺术造诣特别高的 我们要去注意 没有完成的补着的 甚至带残缺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也要注意 这样才能提出更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呢 是云岗石窟 编号为第三窟的 这么大一个洞窟 这个洞窟呢 它留下了很多谜团 这些谜团呢 就是因为它规模特别大 但是呢 它又没有完工 在这个窟面上呢 和地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它开枣留下来的痕迹 比如说这个名窗两侧的 像这么一个高台 吐出来这么一块台 这块台呢 它应该是就是说 从上面来取实的 留下了这么一个痕迹 后来又打通了 那么那边呢 也留下来了 那么现在这个 它的横宽呢 非常宽 这个洞窟 在中国石窟里头 没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它的原状 到底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谜 我们比较容易的惯性思维呢 就是北魏时期开凿的 然后这些迹象呢 是北魏时期留下来的 但是呢 不一定 比如说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组像 如果从彩势来说 可能我们脑补一下的话 它原来应该可能是 首先是这么一个 比较平的工作面 那么它完成这个面之后呢 可能工程就停了 然后后来才开凿了 这么一组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和北魏呢 已经有一段 比较大的距离了 那么关于这组像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 是认为这个随的 也有认为是出唐的 也有认为是聊的 所以这个说法不一样 但是呢 就是苏白先生呢 他是结合着历史的背景 他呢 就是觉得 是出唐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个呢 是现在学术界呢 普遍采用的一个观点 包括这种菩萨像 小斧 微微地有一点凸 包括呢 就是说他身上 尤其是在肩膀这个位置 你看就这个肩膀位置 给人的感觉 就是像一个那个泥条 或者一个绳子 这样在在身上一样 像这种呢 就是唐代的比较典型 包括泥素上 也用的比较多 所以呢 一般认为呢 这一组像呢 是出唐的时候开凿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它原来的设计呢 从现在的看呢 它肯定是要把后面 给掏空 就是形成一个 就是回廊的形式 但这个回廊呢 究竟有没有那么长 是另外一个讨论的 所以这个洞窟呢 它的原状是什么样的 究竟想设计成什么样 包括就是各种遗迹的年代 还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那么云岗石窟呢 在这个一公里的这个范围里面呢 第一期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说的 谭亚武窟的造像 第二期呢 最主要集中在这个 孝文地的时候 那么这一期造像呢 非常重要的 是完成了石窟艺术的 中国化的过程 那么在第三期洞窟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理解呢 可能是迁都洛阳了 在迁都洛阳之后呢 实际上在平城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还有很多重要的官员 有这么一批官员 还有一些老百姓 主要开凿了第三期洞窟 第三期洞窟呢 主要是位于二十窟的西边 但是那是集中的分布 实际上在这个整个云岗的洞窟的 这个一公里多的这个窟群里头 都有三期的造像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些工匠 有些工匠迁到洛阳去了 有些工匠呢 可能还到其他地方去了 但是呢 在平城还保留了一大批工匠 而且这一批工匠呢 可能是迁都洛阳之后 它有了更自由的发挥 所以呢 第三期其实也不乏艺术的精品 云岗石窟呢 在中国石窟发展史上 地位特别重要 那么它所形成的云岗模式呢 对中国石窟的影响非常大 对云岗的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关系到中国石窟 尤其是早期石窟的研究的深度 所以这个云岗石窟呢 在石窟艺术史上 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它更重要的是 它在中国历史上 所发挥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 在文献里面记得 令沙门辅导民族 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当中 它确确实实发挥到了一个 相教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也就是说 在北魏时期 它对形成民族的共同体 对民族的交流 交往 交融的历史 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云岗石窟呢 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具体的见证 所以呢 云岗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宝库 那么它对研究中国的历史 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云岗石窟的介绍呢 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唐侃老师 带给我们的精彩的介绍和解读 同时也要感谢来到现场的 各位观众朋友的积极参与 谢谢大家 百年世事三更梦 万里乾坤一举棋 那个活跃在公元五世纪 创造了一个繁华时代的北魏王朝 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而他们开凿的云岗石窟 却带着那个时代的刚净与优美 穿越千年时空 成为了北魏王朝不朽的印记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